我們沒有不捐新加坡 那如果他們認為合金不代表新加坡的話 那也沒有問題 那請新加坡具體來涵 跟台灣請求口罩輸出 那如果不需要的話 就像人家講的啊 人家新加坡也沒跟你要 我們台灣幹嘛貼熱臉貼人屁股 台灣在1月24號口罩禁止出口之後 經濟部出具了一個公文 公文第二條講白話文 就說如果你在1月24號之前 你的廠商不管是新加坡 美國法國所有隨便 你只要在台灣境內有下訂的 你都可以出口 你跟我們申請就好 專案出口 所以不存在任何1月24號之前 新加坡跟台灣的廠商 或是他的公司下訂口罩 運不出去的狀況 你只要在1月24號前 你都可以下訂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1月24號之後 對於新加坡來說 他們希望把產線移回去 照美國的做法或是歐洲的做法 我可以要求你不做回去 我可以強制徵用我國境內所有生產線 在戰爭時期這沒有問題 和台灣一樣 台灣經濟部官員甚至出來 幫新加坡還價說沒關係 因為這本來就不是我們的 請大家 因為那時候網路上有一波情緒 經濟部官員說請大家不要生氣 讓他們移回去 我們也協助他們移回去 第三件事情 那台灣做到這個程度的時候 那我們還能怎麼做 難道要造新加坡 或是有些人的想法是說 真的讓新加坡的廠商 繼續在台灣境內生產口罩 繼續出口口罩回新加坡嗎 那這什麼叫禁令 我補一下我補個結論啦 就是我們沒有不捐新加坡 那如果他們認為合金不代表新加坡的話 那也沒有問題 那請新加坡具體來涵 跟台灣請求口罩輸出 求援嘛 拜託嘛 說我們真的有需要 那我們口罩就輸出嘛 那如果不需要的話 就像人家講的啊 人家新加坡也沒跟你一樣 我們台灣幹嘛貼 熱臉貼人屁股 對 我們不要熱臉貼人屁股吧 有需要的話具體來 那如果沒有需要的話 我們就省下來 可能紐約州更需要 可能英國更需要 可能苗栗更需要 隨便我們給更需要的人嘛 好了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